七百石居然会是北漂 谁能想到 五十一岁的七百石居然会是北漂呢 民国六年 战乱频发 互相混战 民不聊生 七百石 之身北上 投奔在京好友翻翻山 继续卖画养家 后来听说家乡战事烧平 七百石属回乡与家人团聚 回乡不久后 战事又严重起来 更有土匪横行 乡间有传闻 知木匠卖画挣了不少钱 可绑架知木匠 家乡如此恶劣 岂能久留 七百石这才下定决心 去北京定居 不再回乡 妻子舍不得家中博产 不愿随行 七百石岁 再次孤身北上打拼 这一年 七百石已经五十六岁了 出到北京的七百石 境遇并不好 卖画课章的收入 只能勉强维持升级 也一直记住在寺庙中 不久 妻子陈春君来京 不为别事 只为给七百石纳妾 春君自知 无法来京照顾丈夫 故要给丈夫纳妾 以便照顾丈夫 免时起居 定了十八岁的胡宝珠 五十七岁的七百石 就这样纳了十八岁的胡宝珠 七百石的卖画生涯不如意 北京人似乎并不喜欢七百石的画 画丑低至市场价的一半 也是鲜少 有人问津 有朋友劝其创新画法 自创了红花墨叶牌 却也起色不大 不过七百石的名声 在京圈内还是不错 因此结交了不少知名人物 其中更是有梅兰峰这样的名角 有一次七百石参加一场聚会 在场都是达官显贵 名门望族 旁人看七百石一着寒酸 谁都不愿意搭理这个老头 此时梅兰峰来了 见到七百石 恭恭敬敬地寒暄了一番 兵鹤大为惊奇 这才正眼看起七百石 七百石后来更有失为症 而今沦落长安市 幸亏有梅兰 石姓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